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诗篇第27篇 这篇的诗篇按照标题也是大卫的诗 他在诗篇当中表达他多么渴望与神同在 然后靠着上帝给的力量 他能够战胜仇敌 我想我要先从中间的一段的经文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 在第四节来开始分享 第四节那边大卫说有一件事 我承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那是什么事呢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媚 在他的殿语里求问 这是大卫一生当中唯一的事 这是大卫一生当中最看重的事 这件事不是建立他的王国 不是正顿他的军队 不是去抢夺或者扩张他的国土 他有一件事 他求问上帝 而且不断的求问上帝 那是什么呢 盼望能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在他的殿里面赞扬上帝的荣耀 能够去求问与神来亲近 能够与神来对话 能够求问上帝关于生命当中各样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大卫一生并没有为上帝建造殿语 他有这样的心智 但是因为他的手沾染了鲜血 因为他是一个战士 在一个战争的时代 上帝说不容许他来建圣殿 而是他的儿子 在一个相对安稳 各五生平的时代 要为上帝来建殿 因此所罗门为上帝来建圣殿 但是我们看见 这其实是大卫的渴望 我想大卫渴望不是建造圣殿 或者建筑物而已 他是渴望透过建造圣殿 能够与神来亲近 透过建造圣殿 他能够长长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去敬畏他 因此建殿不是最终的目标 而是与神的关系 与神的亲近 能够去敬拜上帝 这是大卫一生的追求 弟兄姐妹 你跟我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大卫的生平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的赐福给他 我们看到他有许多的丰功伟绩 当然他有他的软弱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忽略了 为什么圣经成大卫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乃是他心底里 有一颗真正渴慕 仰望上帝的心 弟兄姐妹 今天你跟我是否也把这一个的心智 放成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追求的事吗 并不是说别的事不重要 而是在这众多的事当中 找到一件是我们一生自立去追求 成为我们最终目标的事 那是仰望 敬拜上帝 从这个背景当中 我们在看其他的经文 我们就看见大卫 其他的这种的表达 完全是从这个核心开始的 因为他渴望上帝 我们就看见他在其他的方面 就表达上帝怎么样 在他的生命里头成为他的帮助 他的良光 我们就再举一两个例子 比如在第一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良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惧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宝藏 我还惧怕谁呢 第三节说 虽然有军队攻击我 安宁攻击我 我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战争攻击我 我仍旧安稳 大卫说神是他的帮助 他的良光 他的拯救 他的宝藏 因此他没有所惧怕 我们看见大卫的表达 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他说他还怕谁呢 他还惧怕谁呢 他不害怕 他仍旧安稳 因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寻找到 或者他掌握到 或者他跟上帝的关系 成为了他的力量 成为了他的依靠 弟兄姐妹 今天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感到慌乱 当困境来临的时候 我们感到惧怕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抓紧 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核心 就是主耶稣基督呢 大卫因为渴望上帝 渴望爱他的神 他的生命就有所保障 今天我们这些蒙上帝拯救 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 拯救的人 我们新的焦点 有没有放在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上面呢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恩典 再举一个的例子 在第七节说 大卫祷告说 上帝啊 我呼求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的声音 求你怜悯我 应允我 你曾经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的心就回应你 回应上帝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再次我们看见 大卫一生的祷告 他的渴望 他的寻求 都以这个为核心 他仰望神 他面对困境的时候 向神祷告 而且他回应上帝的呼召 上帝说 你们要寻求我 大卫就 阿们 寻求上帝 说上帝就是上帝的面 他要一生去寻求 一生去赞扬 大卫是一个积极 回应上帝呼召的人 各位姐妹 但愿我们也能够从大卫的生命当中 看见他怎么样以神为他的首位 其他的生命的秩序 就按照应该有的位置 摆放的整齐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提供上帝帮助我们 能够认识你的心意 以你为我们生命当中 最大的目标 最高的渴望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继续 Rob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